呃 各位传友大家好啊 今天呢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苏玛丽清料啊 因为我们的一个磁器爱好者呢 都非常想拥有一个一块这么一个苏玛丽清料的这么一块磁片啊 然后呢 因为它非常的珍贵啊 然后但是呢 这个整器呢 苏玛丽清料的这种整器呢 大家就不要去想了啊 这个磁片呢 大家还可以想一下啊 但是虽然说是磁片 但是它也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呢 在市场上面呢 出现了非常多的房品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买到一块啊 这个正宗的一块苏玛丽清料呢 首先 我们就要知道啊 什么是真的苏玛丽清料 什么是假的苏玛丽清料 那么这里呢 我们有三块 有三块这个标本 一块这个呃呃 纯正的这么一块苏玛丽清料的这么一块磁片 还有一片呢 这个就是一个苏玛丽清料啊 搭配国产清料啊 它的一个混合 还有一块呢 就是我们现代的这么一个房品的这个一个塑料的这么一块磁片啊 首先第一点呢 我们就算是 它的右面啊 那种这个真的这个苏玛丽清料 它的右面呢 是非常的肥厚的 然后呢 非常的温润啊 它跟我们现代的这种 房品呢 它的一个右面 它要不就是很木啊 经过酸洗的 要不就是说很贼光很盛啊 它的这种温润感 它的这种厚重感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这是第一个点 呃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它的一个这个铁锈斑啊 我们又把它叫做锡斑啊 它的这个锡斑呢 是非常自然的 就是分布在这个固料上面的 然后呢 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说 呃 这个锡斑啊 它是有一个凹凸感的啊 它是沉在这个胎里面去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它不是说浮在表面上的啊 包括啊 我们像这种啊 我们的一个苏玛丽清料搭配的这种国产清料 它的一个锡斑啊 它也是 它也是深入到胎骨里面去的 但是呢 它没有这个 啊 苏玛丽清料 这么明显啊 大家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 这个真的这个苏玛丽清料 它的这个铁锈斑跟它的这个胎的一个结合啊 是非常的自然的 呃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仿品啊 好像一个铁锈斑 它并不是一个铁锈斑啊 它只是说运用它这个笔墨啊 在这个变化的重一点啊 呃 做出来这种有锡斑的感觉 但是它这种东西都是浮在表面上的 跟我们的一个这种深入胎骨的这种感觉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啊 那么这是第二个点 呃 那么第三个点呢 就是它的这种苏玛丽清料 它的这种晕散的这种感觉啊 其实像这种晕散的感觉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它已经是可以做得出来了 已经是做得非常好了 这一点我们就跳过不说 然后我们就说第四点 第四点是什么呢 第四点就是它的一个胎 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这个苏玛丽清料用的时候呢 它是用的这个麻仓土 我们现在仿的这种麻仓土 它跟我们的真正的麻仓土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啊 我们放大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虽然说它是仿到了这种麻仓麻仓土的这种颜色啊 比较偏黄一点啊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这种胎呢 它仿的这种麻仓土的这种胎 它的胎非常的细立啊 而且是它中间那是没有什么空空隙的啊 并不是 并不符合我们麻仓土的这么一个特征 我们麻仓土的一个特征 虽然说像这种啊 这一块它淘气的非常的细啊 也很白啊 但是呢 它中间还是非常多的这个空隙存在的 它具有麻仓土的一个特征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一块这个呃 我们正常的啊 我们正常的这个麻仓土给大家看一下 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民谣的这么一个麻仓土 它的它的这个空隙感和它的这个粗糙感啊 它是更加的明显的这种中间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淘气的比较细的这个麻仓土 但是呢 它还是具有麻仓土的一个特征 我们现在仿的这一块呢 它就是非常的细啊 它不具有这个麻仓土的一个特征啊 这是第四点 嗯 好了 那么我们通过以上几个点呢 包括它的一个右面啊 它的一个这个铁锈斑 还有它的这个晕扇的这种感觉 特别是它的一个title的这种辨别啊 通过以上几个点呢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辨别啊 这一个我们买到的一块瓷片呢 它是不是一个正宗的一个苏玛利清料 好了 那这一期分享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